英國首相蘇納克在七國集團峰會後表示 中國是對世界安全和繁榮的最大挑戰 蘇納克的講話被認為比七國集團廣島峰會的聲明更加強硬 中國駐英國大使館發言人指責蘇納克英武學舌 並連帶抨擊美國說 美國及其少數附庸不斷干涉別國內政挑起對立對抗 蘇納克出任英國首相以來被國內鷹派批評是對華態度過於寬鬆 那蘇納克這番表態意味著什麼 本次峰會是否會成為英國對華政策和中英關係的轉折點 今天我們邀請兩位嘉賓一起來討論這些問題 一位是台灣姓名兩岸協會理事長黃新龍先生 還有一位是政論作家陳破空先生 非常感謝二位參加今天的訪談 英國首相蘇納克 謝謝 英國首相蘇納克在七國集團峰會後表示 中國是對全球安全與繁榮構成最大的挑戰 他們在國內越來越獨裁 在國外越來越咄咄逼人 那首先請教黃新龍先生 蘇納克這番講話被認為是比峰會的聲明走得更遠 您怎麼解讀蘇納克的表態 其實我從這個峰會的聲明的實質內容來說 我並沒有那麼強烈感受到蘇納克的這個說法有多大的一個落差 那我這樣講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整個的聯合聲明當中 就已經很清楚了 是對中國去形成的是一個對中國的一個這種包圍網 當然他講說不脫鉤 但是非常重要是去風險 而蘇納克這番談話會讓大家認為說 一個是跟英國過去的立場有比較大的一個差別 那很重要是跟蘇納克本人 他在包括他過去的財政部長的這個背景 被認為相對對中國是相對比較親中的 我認為這個因素是不能忽略的 那麼同時更重要應該看到的是G7的聯合聲明 那麼裡頭之所以能夠做成一個一致 這裡頭其實跟整個歐盟的一個態度的一個清晰化是有關的 那麼我們講清晰化是因為在一段時間以來 歐盟的主要國家包括德國 包括法國 他們在對中國的政策的問題上 那麼事實上明顯的跟美國拜登政府並不一致 當然英國是相對比較跟美國是一致的 但是這一次的G7的這個聯合聲明當中 這兩個國家沒有其他的不同的意見 那這裡頭我認為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整個過去所講的歐洲的戰略自主 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麼在經過歐盟戰爭的一年多下來 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我們知道中國經常拿戰略自主來提醒歐洲 說不要當美國的跟班 但是我們知道歐洲的戰略自主 它主要是為了解決三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個是安全上過於依賴美國 第二個是能源上過於依賴俄羅斯 還有第三個是經濟上過於依賴中國市場 那麼這一年多下來我們看到歐洲戰爭之後 北約重新復活 現在歐洲的安全事實上是更加的依賴美國 而這個能源的問題的部分 事實上因為俄羅斯拿能源當武器 結果反而刺激了歐盟更加的在能源上 對歐洲對蘇聯蘇俄羅斯的這個依賴減低了 那剩下的問題就剩下一個是中國的市場的一個依賴 那這個中國市場的依賴我們看到 是這一次講說這個不脫鉤 但是要去風險化 那麼有人認為說這個表示歐洲或者整個西方 包括G7對中國市場還是一個無法稱為 還是一個致命的一個吸引力 但是關鍵在哪裡 關鍵在這個去風險化當中 包括供應鏈包括核心技術的部分 都是被強調的 所以我認為它的不脫鉤事實上是 是應該這樣講不全面脫鉤 它還是著重於戰略性的脫鉤 而戰略性的脫鉤的目的是為了要去風險化 去風險化就代表了 就是表示說整個歐洲跟這個美國還有日本 那麼整個說已經形成了一致的立場 這個一致的立場我認為是讓這個蘇納克 在這個會後有一個這樣子的一個發言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好 那陳破空先生剛才黃青龍先生說這個蘇納克的表態 基本上是和七國生命是一致的 他說是要減少風險不是脫鉤 另外這個蘇納克也並沒有像英國國內的鷹派敦促的那樣 把中國要稱為威脅 那您怎麼看蘇納克的這番講話和他的用意呢 首先我贊同黃先生的說法 就是蘇納克這個聲明跟七國分會的聲明沒有太大的差距 另外說中國是全球安全和繁榮的最大挑戰 現在只是英國首相說出來 但是很多的西方政要都說出來了 美國是最多從總統到議員 德國原來是綏經主義 現在也都說得很清楚 從總理到外交部長尤其外交部長說得很清楚 中國就是全球安全最大的挑戰 甚至很多國家具體定義為它這個國家最大的挑戰 歐洲各國相繼做了這樣的表態和定位 就包括荷蘭這樣的國家都做了這樣的定位 所以這個語言並不奇怪 只是英文翻譯中有一點問題 就蘇納克說中共現在在國內越來越獨裁 在對外越來越咄咄逼人 這個咄咄逼人翻譯實際上是中文翻譯有一點問題 它英文是aggressive應該翻譯成侵略性 就中共在國內越來越獨裁 對外越來越具有侵略性 這個翻譯才是正確的 所以不只是一個咄咄逼人的態度 而是具有侵略性 在台海 南海 東海 中印邊界所表現的那樣 所以實際上它描述的就是一個客觀的事實 就內部的越來越獨裁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極左路線加上倒行逆施 搞二次文革 國進民退 復活計劃經濟 階級鬥爭這一套 都可以看出來越來越獨裁 砸毀香港等等 那麼對外的咄咄逼人就是具有侵略性也不洋喻 也就是說蘇納克只是說了一個常識而已 蘇納克在英國的政治光譜中他是比較偏左 那麼前面短暫當首相的特拉斯是偏右 那麼特拉斯偏右比較鷹派一些 蘇納克由於他整個的家庭背景和環境背景 他是比較偏左 但偏左並不能改變國際大趨勢 就在國內政策上偏左 在國外問題他可能表現得柔和一點 但是英國跟美國 英美同盟 或者說美國跟歐洲的這種同盟關係 大格局是不會改變的 就像中共和北京方面企圖 始終想用歐洲戰略自主來挑撥美歐關係或者是美英關係 但事實上不管是就算前些年說是美歐有一些政策不同 但是兩件事絕對相同 就是堅持民主和普世價值 反對專制和獨裁 這是基本 這大格局 然後具體的不懂 也不過就是在經濟和貿易領域 對中共要多強硬 要強硬到什麼程度 那麼這次七國統一了立場 再加上九國參加了與會 總共16國發表的聲明非常清楚 為什麼不提脫鉤 因為現在需要 因為美歐面臨的最大事情是烏克蘭戰爭 需要擊敗俄羅斯 所以這個時候回到穩住中共 不要跟俄羅斯捆綁 穩住習近平 不要跟普京跳火坑 所以這個時候留一手 就說不要脫鉤 但是講了去風險話 去風險話直接說去中國話 這個話不好講 脫鉤不好講 去中國話也不好講 所以講去風險話 這也是多次美國歐洲的教訓造成的 不僅是由中共侵略性的經濟脅迫行為造成的 還有一個就是大瘟疫覆蓋世界 不負責不通報造成的 再一個就是大瘟疫期間 中共控制醫療生產線 因為美歐把80%的生產線 醫療生產線放在中國 說辭了大虧 再加上中國那邊實行的突然單獨實行的清零政策 封城政策 中斷了整個世界的產業鏈 擾亂了產業鏈 這些沉重的教訓加在一起 所以這個美歐覺得經濟脅迫行為必須制止 而且必須去風險話就是把產業鏈 供應鏈多樣化 也就是轉移到其他國家 像印度 越南 東南亞國家 墨西哥 加拿大等等 甚至台灣 所以這樣的佈局是大勢所趨 不是一個個人的好物所能決定的 那這次中國對蘇納克的講話是做出了非常激烈的反應 中國駐英國大使館指責蘇納克是鸚鵡學舌 隨美齊舞 還連帶抨擊美國說 美國及其少數富庸 不斷干涉別國內政 挑起對立對抗 那黃青龍先生 我們知道自從二次大戰結束後 丘吉爾說美英有著特殊的關係 不過近期就像剛才陳破空先生指出的那樣 英國在脫歐的問題上 美英也有曾經出現分歧 另外特朗普總統時期也對英國的某些產品施加關稅 引起了一場小小的貿易戰 也給兩國關係帶來波折 那您怎麼看中國指責英國是美國的附庸 美英的這種特殊關係是否依然存在呢 我覺得很有意思 因為在峰會結束以後 我們所看到的 中國直接的用外交系統來表達他的不滿 那麼一個是對英國 一個是對日本 那麼中國外交部的副部長還約談了 日本的駐中國大使 崔秀夫 那麼英國的部分是由駐英國大使館出來發表 一個抨擊 那麼這裡面是不是說 日本當然是東道主 所以這一次的G7的成果 那他沒有地方發洩 中共就把他對向對準的日本 而且日本也立刻在公會結束以後 立刻公布新的一個半導體的一個技術管制的措施 那麼英國的部分要怎麼理解 我認為是一個 本來中國 中國大家知道2015年 習近平到英國訪問 開創了所謂的中英黃金時代 但是到現在 其實沒有太久的時間 特別是香港2019年發生的這個反送中運動 跟香港國安法之後 這個在後來的疫情 那麼還有這個華為的事件等等 中英關係事實上還沒有看到 黃金時代來臨就已經掉到地上的一個情況 那麼但是因為英國脫歐 所以中國認為說英國是他可以去拉住的 因為英國需要中國的市場 那麼我相信他也是因為這一點 對英國比較高的一個期望 結果沒有想到他看到蘇納克講的這一番話 而這番話還沒有出自德國總理 沒有出自法國總統的話裡頭來 所以我想這也是為什麼他要表達這樣的一個 比較強烈的一個對英國 甚至用英武學武 學語這樣的一個成語 那麼形容說英國沒有自主性 那麼其實這個做法 那麼我認為他不是不了解 英國跟美國的一個關係 他應該也知道這個英國現在跟中國的關係 已經不可能再回到當年 但是他可能還認為說他軟硬兼施 因為我們待會兒會談到 孔子學院的問題是另外一種表徵 這個其實我對蘇納克的這個中國政策 是不是能夠百分之百的落實 這個我們講的說從G7過來的 這樣子的一個一致的立場 我還有幾分保留 因為英國的商界 這個所謂的這個親中國市場的這個力量 還是存在的 那陳破空先生您怎麼看這個美英關係 在外交戰略中起的一個作用 有分析說英國在國際事務中 扮演著這個離岸平衡手 它有這樣一個外交傳統 在美國不便直接出面 採取行動的時候呢 起到平衡的作用 比如在俄乌戰爭爆發以來 在提供武器方面 英國就是走在美國的前面 英國是唯一向烏克蘭提供攻擊型武器的國家 包括風暴指引巡航導彈 另外剛才我們也提到 前首相特拉斯最近也訪問了台灣 那您認為這個蘇納克 是不是在扮演一個離岸平衡手的作用呢 這種扮演不是主觀的 是一個客觀的 就英國的地位所決定的 英國是脫離了歐洲 它在美、英、歐之中是三角 美國跟英國的關係是傳統的鐵桿盟友 那麼這個鐵桿盟友就是 有時候一個在前一個在後 有時候這個在前那個在後 就像如果說我們看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 美國在前、英國在後是緊密同盟 即便是第二次的波士灣戰爭 對伊拉克的第二次戰爭 法國跟美國出現了分歧 出現了完全的分歧 但英國都堅定站在美國一邊 那麼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有時候是英國在前 就像這次烏克蘭戰爭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英國從約翰遜首先開始 就是給了烏克蘭可以說 最大力的、最無條件的支持 最慷慨的援助 都是走在前面 所以深受這個烏克蘭人民的尊重 那蘇克拉雖然是偏走 那上來的時候 它是沉寂了這個約翰遜的政策 就是支持烏克蘭的政策 這方面似乎比美國走得更前一點 美國又似乎更平穩一點 在整體上主要是考慮到 不要引發世界大戰、美歐關係 還有美中關係這方面的平衡 所以英國要說是戰略平衡手 從客觀上成立這個地位 現在它更好扮演這個平衡手 因為它已經不是歐洲的一部分 脫離了歐洲是獨立的一個政治體 就不僅這個平衡在美歐之間可以平衡 在西方跟東方之間也可以平衡 但是總的來說 英國跟美國的一致 高度的戰略一致、理念一致 地緣政治的一致 這是毫無疑問的 就像他們歷史上所形成的關係一樣 說一戰、二戰都是同盟 冷戰中也是同盟 那麼在一戰、二戰、冷戰之後 美國又是大國 所以說領導維護國際秩序 而英國是協同美國維護國際秩序 所以這個趨勢不會改變 英國畢竟是民選政府、民主國家 不管選出了怎樣的領導人 偏左一點、偏右一點 具體政治有所差異 但是我認為跟美國緊密合作 跟歐洲站在一起 這個大方向是根本不會改變的 至於說是不是還有親中的 我認為英國也好、歐洲也好、美國也好 都沒有親中的人 只是還有似乎有多少在乎經濟利益的人 更在乎還是不太在乎 有人可能更說國家安全更重要 民主理念更重要 世界秩序、世界和平更重要 那麼有的人可能受商界的影響 覺得還有一些經濟利益 不要跟中國徹底斬斷 所以這些在乎經濟利益的人 不是脫鉤 是在乎利益而已 就是一個不同的算計 或者不同角度的考量 那黃慶龍先生 自從蘇納克出任英國首相以來 國內的鷹派一直批評他 對華態度太寬鬆了 那蘇納克在競選的時候 承諾要關閉英國各大高校中 設立的30所孔子學院 不過就在他前往日本 參加七國峰會之前的 好像是兩天 他改變了這個承諾 被指責是對華政策上 出爾反爾 那你怎麼看 蘇納克為什麼決定 不關閉孔子學院 他的對華立場到底是什麼 對 這個事情非常有意思 我剛才也有人來為蘇納克緩迦說 他當初講要關閉孔子學院 他當時是在黨內 在保守黨裡面的競選 這個黨魁的時候的講法 那他現在擔任的是首相 所以黨跟政不能夠完全畫上等號 當然這個說法 我相信沒有多少人能夠聽得進去 那麼一樣的 我認為最大的原因 恐怕還在於說 英國特別是脫歐了以後 英國有兩塊 原來還在歐盟 那麼特別是跟中國關係 在經貿合作很密切的時候 有兩塊 現在是面臨到一個抉擇 一個就是金融 包括特別是人民幣的 離岸市場的經營 那麼另外一塊很重要 就是跟孔子學院有關 就是教育產業 那麼長期以來 英國吸納的這個 僅次於從中國出來留學生 海外市場 它僅次於美國 英國有一個統計 大概2021年的時候 有將近3萬名的 這個中國留學生 那麼這是一個部分 那麼另外一部分是 英國的教育機構啊 到中國去投資的 數量也非常的龐大 最近還出了幾個 這個話題出來說 有一些英國在 這個中國設立的這個學校 那麼出現裡頭 有很多的 這個屬於這個 共產黨的教育的 這樣的一個話題出來 那麼也就是說 教育這個產業 現在在英國的比重 可能是會形成啊 現在這一次蘇納克 面臨到孔子學院 我們過去會簡單的把孔子學院 要不要關閉啊 是不是就是說 就是主要牽涉到那一些大學 那麼他們本來可能接受 中國的這個孔辦的一個 資金的一個補助啊等等啊 恐怕不是這麼簡單 因為這牽涉到是整體的啊 他估計可能是 如果你把孔子學院關掉的話 那麼英國的學校要去中國設校 是不是中國要相對給他這個阻撓 那麼以及中國留學生到英國留學的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是不是也受影響啊 所以從這個地方來說的話呢 我認為這個非常有意思就是說 蘇納克一方面 他在孔子學院是一個 用對中國服軟的一個姿態 來做的一個決策 但是呢 他又在基盛峰會之後 講了這一番說 中國是對全球安全跟繁榮構成了 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一個挑戰 這個我把它估起來 他似乎做了一種 對內對外的一個政跟商啊 就是說政跟企業 政治跟企業之間的一個兩手的分離 但是呢 以中國 在中國啊 政治跟經濟是沒有辦法分離的 所以現在就看 接下來 因為孔子學院如果這樣子的話 整個在這一波 從美國到歐洲很多國家 所發起的 反對中國 藉由孔子學院之類的 這種所謂的機構啊 來擴散中國的這種影響力啊 會不會英國變成一個破口啊 這個是值得我們來關注的 嗯 那這個孔子學院是否關閉 似乎也引起了很大的關注啊 我們有一位網友 他叫Wild Fish Group 他給我們在推特上寄來的留言 他說現在沒有人關心蘇納克說什麼了 上台前信誓旦旦的說要關閉所有孔子學院 結果上台後就妥協了 那陳破空先生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英國的對華政策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政策 會不會有實質性的轉變呢 當然我理解剛才這位中國網民的說法是比較心急 希望能夠這個儘快關閉孔子學院呢 維護民主價值針對中共 但是國際政治比較複雜 我認為這個蘇納克這次上來 對孔子學院的態度實際上是一個策略 因為他先說要關閉 後來又不關閉 他找了個理由 說是這個英國還需要大量的中文人才 那麼孔子學院是在教中文 如果關閉的話 意思中文或者翻譯人才好像是一個缺口 但這個其實就是一個藉口而已 因為台灣和其他地方華人的習慣 完全可以補足這個語言教學方面 因為孔子學院是假孔子之名 兜售中共黨文化 經過國警惕和驅逐之後 開始驅逐中共改成了重點集中在語言培訓上 所以蘇納克找了這個理由 找了這個理由暫時不關閉 但是這背後是什麼呢 我認為是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就是中共在背後肯定大量的遊說 大量的是叫做中共叫打招呼 因為中共有一個一手叫做統戰 三大法寶 黨的建設 武裝鬥爭 統一戰線 統一戰線它的一個重要的動作就是打招呼 到處去打招呼 給台灣各界 給英國到處給政治人物打招呼 這個打招呼會產生一個心理影響 似乎這個招呼背後有某種好處或者壞處 所以這是一個 但是打招呼的背後 英國它是這樣電量的 它的獨立政策是這樣電量 主要還是烏克蘭戰爭 宏冠上來考慮 考慮說中共打招呼的時候是講 你們一方面 要我不要跟俄羅斯捆綁 不要援助俄羅斯致命武器 不要跟普京捆綁 但一方面你沒有針對我 所以說英國和歐洲 美國都可以表現出 給中共留有餘地 給北京留有餘地的一個表現 比如英國國王就職大典查爾斯 有6、7個國家是堅決拒絕邀請的 像什麼敘利亞、伊朗、北朝鮮 北朝鮮是有外交官員 還有一些像韋魯瑞拉 有些十足的流氓國家是絕對拒絕的 俄羅斯也被拒絕 但是中共派了國家副主席去 英國也接收了 就是還給北京留了個面子 留了個餘地 這個餘地就是為了在烏克蘭戰爭中 徹底擊敗俄羅斯 因為現在烏克蘭戰爭到了關鍵階段 中共是重大因素 如果中共跟俄羅斯捆綁的話 那烏克蘭戰爭就很難說隨勝勝負甚至可能逆轉 或者打成平手或者長期打爛 甚至嚴重的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這是英美國國、歐洲各國所不願意的 所以我認為由於這麼一個重大的主題 在這個重大主題下做出一些策略性的調整 對中共有一些總體的是對抗 總體的是一個去中國化、去風險化 但細部在某些策略上給中共以安撫留有餘地 我認為是西方政治家現在所做的 這麼一個就是手法吧 好 感謝二位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些網友和觀眾 給我們發來的評論和留言 首先這一位是上官族會 這位朋友說去風險就是一個口袋罪 沒有標準可大可小 關鍵是看你的表現 如果不改變戰狼作風 後果就很嚴重 還有一位朋友六番 他說北京都沒錢了 現在老本都吃得差不多了 外匯跌停 人民幣貶值 只能看儲備黃金了 不知道還能堅持多久 還有一位朋友叫Purple Fireworks 他說21世紀的今天 互聯網和智能信息技術的高度發展 整個世界的發展趨向獨立 自由民主尊重個性的人 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時代 然而中共卻走相反方向 逆流而行 真的讓人難以置信 人類社會發展的艱難 好 那我首先請黃先生 您來做一個回應好嗎 這幾位網友的評論 我覺得大概都應該說 是都講出了大家所共同知道的一些情況 特別是他談到 這個中國現在財政的一個狀況 那最近很多的消息 大家都已經看到了 包括一些城投公司 講說已經幾個月發不出薪水來了 那麼這個可是呢 在跟G7會議正在召開的時候 同時中國有個中亞峰會 在中亞峰會上 這個習近平還大撒幣 這個260億人民幣 要來給中亞五國 而且那個場面 不曉得又花了多少的人民的血汗錢 我想中國人民現在正是看在眼裡 但是呢 可是在中共的高壓統治 在這個世衛極權的一個情況底下 中國社會還有很長的一段 漫漫長路還要來度過才行 好 謝謝 那我們再回來看 我們接著討論這個 陳破空先生在七國峰會前 西亞蘇納克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簽署了廣島協議 那協議強調要加強 英日之間的防務以及其他領域的合作 包括英國軍隊在聯合軍演中的規模 要擴大一倍 並在2025年把英國航母打擊群 重新部署到印太地區 那這個一方面標誌著 英日關係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在另一方面 日本把這個北約的國家 拉到中國的周邊 讓英國成為亞太戰略的參與者 您認為這對中國意味著什麼 這個是結果 不是原因 因為這幾年不管大事小事發展 都是這麼個結果 是民主國家國與國之間結成聯盟 多國結成聯盟 或者是一層又一層緩 重疊又重疊的國際聯盟 英日之間也好 美、英、澳也好 還是美國、日本、印度、澳大利亞 或者是更多的七國峰會 更多20國或者是更大的範圍 像5月份召開了48個國家 排除中國在外 歐洲斯德格爾摩爾召開了 歐盟27國家、亞太21國 或者1月份印度所召集的120個國家開會 沒有中國在內 所有這些都是圍堵共產中國、紅色中國 這是北京當局自招的 這是習近平同志自己招來的情況 這個完全是就由自取 所以你說是外面形成的小北約也好 是韓國跟日本解凍也好 這都在北京的這些動作之下 所以其實20大是一個分水嶺 各國本來這個大趨勢 融合的大趨勢 民主陣營融合團結 拱衛台灣 維護台海和平 維護亞太地區的安全和平 這就是個大趨勢 那麼大家如果說還有猶豫還有觀望 就是觀望了去年10月份的20大 觀望完畢的時候知道20大 中國算完了、中共算完了 這個一派獨大、一人獨裁 連黨內的不同聲音、不同派系都不能維持 黨內的平衡都被打破 也沒有什麼黑白臉之分 也沒有什麼叫溫和派、強硬派 那麼西方、外界完全放棄了幻想 所以20大是個分水嶺 我們看到中國20大召開之後 整個國際事外風起雲湧、風雷激盪 所有的動作都是指向北京 或溫和、或激進、或走、或有、或保守 無外乎都是這樣 包括義大利要放棄一帶一路 或者荷蘭加入了芯片聯盟 七國組成的這些經濟宣言等等 全部都形成 而且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以及習近平對俄羅斯的表態 也引起了這個方面 因為習近平去年跟 在入侵前說的是 兩國合作無上限、不封頂 只有加油站、沒有終點站 這是壓堵在俄羅斯身上 沒想到俄羅斯陷入苦戰 然後習近平在改善美中關係 美歐關係無隔的情況下 突然訪問俄羅斯 又號稱百年未有之變局 要共同推動 這些都讓西方可以上井發條 所以我說所有的這些 我們看的都是一個結果 原因在哪裡呢? 源頭在哪裡呢? 在北京、在中南海 如果說簡鈴還需激鈴人 如果說北京、中南海、習近平 不放棄他目前的政策 對內越來越獨裁 對外越來越具有侵略性 不放棄對台灣的武力威脅 所有這些的話 我想西方這個包圍錢只會越收越緊 黃青龍先生您怎麼看 陳博工先生說 我補充一下 這是一個原因 你覺得會產生什麼樣的結果? 我非常贊成 當然我非常贊成剛剛 陳博工先生講的兩個重點 一個就是關鍵是中共二十大 所形成的 如果有所謂的天下為中 這是中共二十大給逼出來的 那麼英日的同盟 這個當然是一個結果 我認為事實上 它在我們看到 在過去超過一年的時間 那麼美國牽頭所完成的 在第一島鏈 對中國所形成的一個包圍網 這裡頭最大的關鍵 絕對是日韓的和解 那日韓的和解是因為韓國政黨輪替了以後 新的國家路線 當然中國對韓國的政策 或者中國本身所形成的獨裁的勇士的 這樣的一個態勢 是絕對有刺激性的影響 還有就是菲律賓 它也同時 所以也因為這樣子 我認為應該說 在對應中國的部分 接下來一段時間 我相信全球會關注的是台灣 在明年一月份的這個大選 那麼因為現在看起來 這個大選 也同時是台灣藍綠兩個政黨 在有關兩岸政策 所謂的對中政策上 會形成一個路線 那麼如果一個菲律賓 一個南韓 光是一年之內 就因為大選換黨 路線整個國家政策改變 從原來的這個原美親中 現在變成是親美抗中 那麼台灣大家會關注的是 會不會因為這個選舉 就有帶動另外一波 所以我說從這個英日 您剛提到的這個 英日的這個新的一個同盟的情況 我反而更關注的是 接下來我認為美國 中國 日本 應該說都會高度關注 在台灣這場大選 而且可能各方也會用各種 可能能夠施展的影響力 來介入到選舉當中 好 非常感謝黃青龍先生 和陳破空先生 今天第一個話題就討論到這裡 感謝二位的分析和點評 嘉賓在節目中發表的都是 個人觀點不代表美國之音